甘菊牧師危害甘菊果園 種植戶束手無策 如果得了荒蕭蕭以後 它這個葉片就開始黃化 天敵來襲 誰是滅害神兵 究竟是哪種瓢蟲 能夠同時控制果園裡 所有的害蟲 敬請收看 《我愛發明》 害蟲殺手 甘菊是人們最喜愛吃的水果之一 它甘甜多汁 果肉飽滿 中國是世界上的甘菊種植大國 在我國南方地區 甘菊是種植面積廣 經濟地位最重要的果樹之一 南方甘菊產業龐大 擁有幾千公頃的種植面積 年產量高達幾千萬噸 但如果甘菊種植園遭遇病蟲害的侵襲 人們就吃不上新鮮的果實了 對於種植戶而言 病蟲害的侵襲將使果園絕收 農戶苦不堪言 廣東省赵慶市瓦屋村的種植戶 古吳啟明談起2018年的那場災難 至今還記憶猶新 種了18年以後就開始發病了 這個總共有36畝地 有1500株左右 開始都占到後來都快血本無歸了 2010年吳啟明在瓦屋村的羅科山上 有36畝砂糖菊原 效益好時年產值能達到百萬元 但一場黃龍病席卷居原 讓它不僅當年絕收 種植了8年的果樹 也大部分毀於一旦 目前黃龍病是柑橘類果樹的特有病害 2010年左右 黃龍病在我國南方柑橘主產區 大面積爆發 僅廣東省損失近百億元 這個困擾柑橘類水果產業的大難題 有什麼好辦法解決呢 這個不能變紅 也只是保持綠色 整個的口感和脈象都是非常不好的 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黃龍病的症狀 黃龍病的原因就是它整個的光合作用的營養 傳不到下面去 這個樹長勢就非常衰弱 然後最終會死亡 那麼我們產的果實呢 有時候會是綠皮果 有時候會是紅鼻子果 這個是完全沒有市場價值的 秋保麗華南農業大學教授 國家級柑橘類果樹病害生物防治專家 課題組正在人工繁殖的 是一種名叫亮腹右小蜂的昆蟲 右小蜂就是課題組找到的 專門對付柑橘黃龍病的神秘武器 右小蜂是一種寄生蜂天性使然 它會在柑橘牧師體外產卵 最終令柑橘牧師死亡 而柑橘牧師就是柑橘黃龍病的罪魁禍首 在柑橘園裡我們可以看到 被柑橘牧師感染後的柑橘果樹 乾枯 樹葉黃化 柑橘牧師有幾毫米大小 肉眼很難觀察到 非專業人士很難發現柑橘牧師的存在 因為它個頭比較小 大概也就兩毫米的個頭 這是我們在實驗室通過顯微鏡 放大後的柑橘牧師 你看一下我們刷子像這一頭 柑橘牧師是專門危害柑橘類果樹的 主要海蟲之一 還沒有語化為成蟲的柑橘牧師 不怎麼愛活動 他們平時就趴在柑橘枝葉的背部 這裡不僅能遮風擋雨 還能躲避烈日 他們能安然地吸取枝葉的營養 造成果樹葉片枯黃 果實不甜 嚴重影響柑橘果實的產量和品質 甚至造成柑橘樹枯死 數量還不少 所以說因為這個 它可能就把這個黃龍病 在不同的樹之間進行傳播 它這個正常的樹呢 顏色是翠綠的 營養很充分 長勢很旺盛 如果得了黃龍病以後呢 它這個葉片就開始黃化 柑橘牧師的生命力極強 它們能適應各種惡劣的環境 甚至農藥對它們 都沒有良好的效果 在人們看不見的角落 它們總是能死灰復燃 科研團隊為了對抗柑橘牧師 不僅在研究如何大量繁育 它的天敵 幼小蜂 同時還在開展 利用病原真菌殺蟲的 微生物防治研究 到底哪種方法 能把柑橘牧師 控制在合理的數量範圍之內 防止黃龍病的大面積爆發呢 邱保利教授科研團隊 研究幼小蜂滅蟲 他們發現 僅僅一隻雌性幼小蜂 在一生當中 就能在500隻柑橘牧師身體上產卵 而他們研發的真菌殺蟲 真菌會侵染柑橘牧師 在它的身體上 長出長長的菌絲 造成柑橘牧師死亡 真菌對柑橘果樹並沒有影響 邱保利教授的兩位博士研究生 張麗和主公幼小蜂 以蟲治蟲 毆達主公真菌殺蟲法 這兩種方法 哪個更勝一籌呢 真菌呢 它是廣泛存在於我們自然界的 那些能夠感染昆蟲 入境到它的體內 用菌絲和毒素 殺死我們的害蟲的這一類呢 我們稱為昆蟲病原真菌 歐達博士按照真菌與水的比例 配比真菌溶液 溶液配比好後 它把溶液噴灑在有柑橘牧師的樹枝上 柑橘牧師喜歡藏在枝葉間隙和葉子背面 噴灑真菌溶液時要特別注意 由下往上噴灑 這樣做更能讓真菌充分地接觸 並殺死隱藏在角落裡的柑橘牧師 根據研究 感染了這種真菌的柑橘牧師 經過一段時間 就會全部死亡 被成真菌感染的牧師 會經過這麼幾個階段 分別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它的感染情況 剛開始成真菌 會覆蓋在柑橘牧師的表面 但是前期的感染症狀會很輕 菌絲也比較少 當它到後期的時候 它的菌絲會很密集地生長 分泌 毒素 吸取它的營養 最終殺死柑橘牧師 歐達博士對自己的真菌藥劑 信心滿滿 那麼張力和博士的 幼小蜂殺蟲法 效果又會怎樣呢 哪種殺蟲的方法 能贏得這場比賽呢 幼小蜂的身長只有十幾毫米 如果將它們放飛 科研人員很難監測 它們的殺蟲效果 張力和博士建議 通過一個實驗 來展示幼小蜂 對柑橘牧師的專一性和破壞力 選擇這個柑橘牧師 來測試一下 它對柑橘牧師的專一性 為了防止柑橘牧師飛走 張力和博士為柑橘 小蜂準備了一組 猶如迷宮的透明管道 在管道的不同終點 放置柑橘果樹的害蟲 柑橘牧師和牙蟲 那麼幼小蜂會選擇哪個呢 把柑橘牧師放到這個瓶裡面來 我們把另外一個瓶裡面 放上牙蟲 特殊的嗅覺儀裝置 能夠把柑橘牧師和牙蟲散發的氣味 分別吹到幼小蜂所在的位置 以便幼小蜂靠嗅覺去尋找他們 幼小蜂他找柑橘牧師呢 他遠距離是靠他的嗅覺 近距離是靠他的嗅覺加視覺 幼小蜂能穿越這迷宮 找到黃龍病的罪魁禍首 柑橘牧師 並在他的體外產卵嗎 他又會不會 因為急於產卵 三心二意地找錯了對象 在牙蟲的身體裡產卵呢 考驗幼小蜂專一性的時刻 到了 張里和博士吸取了三十支磁性幼小蜂 他把裝幼小蜂的小管 與透明管道的接口連接起來 實驗就開始了 實驗設定為五分鐘 有一隻幼小蜂 卻正沿著通往牙蟲的管道前行 他會選擇在牙蟲體內產卵嗎 十頭 十一頭 十二頭 已經有十二頭選擇了 柑橘牧師 五分鐘過後 幼小蜂選擇的結果揭曉 十六隻幼小蜂都選擇了柑橘牧師 只有兩隻幼小蜂選擇了牙蟲 看來真著急產卵的時候 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現在我們把這個牙蟲 換成粉絲 來與柑橘牧師進行比較 看看柑橘牧師 繼續選擇柑橘牧師 還是選擇粉絲 粉絲是果園裡的 另一種常見害蟲 幼小蜂會不會選擇牠們產卵呢 已經有五頭 已經進入到底部 正在搜索柑橘牧師 並進行擊射 實驗結果很快揭曉 沒有一隻幼小蜂 選擇粉絲 而連接柑橘牧師的圓瓶裡 已經有15隻幼小蜂 部分幼小蜂已經開始寄生產卵了 這說明 幼小蜂選擇柑橘牧師的專一性 強於選擇粉絲 兩次實驗結果表明 幼小蜂對柑橘牧師的寄生 專一性極強 雌性幼小蜂會憑藉嗅覺 主動地去尋找柑橘牧師 然後把卵寄生在柑橘牧師的體外 它的卵在成長過程中 會吸取柑橘牧師的營養 最終令柑橘牧師死亡 長大的幼小蜂將成為柑橘牧師的 下一代寄生蜂 由於野外的幼小蜂數量較少 科研團隊研發了擴繁幼小蜂的辦法 在柑橘黃龍病初見端倪之時 只要投放足夠數量的幼小蜂 就能有效地控制黃龍病的發展趨勢 而真菌殺蜂法 由於需要人工噴灑在葉面背部 難以做到完全沒有遺漏 會讓少數柑橘牧師逃脫病害 存在黃龍病再次復發的風險 這一局 幼小蜂獲勝 幼小蜂是國際上公認的 柑橘牧師的專型寄生蜂 原來貌不驚人的幼小蜂 並非無名之輩 他專門寄生於柑橘牧師的天性 早已名揚全球 但是在我國 卻一直沒有被應用於生產中 因為沒有人專門去尋找 他們的踪跡 突然有一天我的博士生 跑到我的辦公室很興奮地說 邱老師 邱老師 我的寄生蜂找到了 那麼我們把它採集到解封界下 一看果然是我們希望的那種幼小蜂 雖然找到了專殺柑橘牧師的寄生蜂 幼小蜂 但畢竟幼小蜂在野外的數量較少 還有其他昆蟲能對付柑橘牧師嗎 我們把它放進來 我們把它放進來 我們準備走了 我們準備走了 終於新的滅蜂戰士浮出水面 這就是這個六斑月瓢蟲 六斑月瓢蟲呢 其實是我們南方比較常見的一種 這種捕食性的天地 六斑月瓢蟲有半個指甲蓋大小 背部的圓形殼呈半球形弓器 殼上有好看的六個黑色花紋斑點 所以被稱為六斑月瓢蟲 最近幾個月 六斑月瓢蟲成了桑文副教授的新蟲 他發現六斑月瓢蟲特別喜歡捕食甘菊牧師 而且食量非常大 聽說桑文老師研究的六斑月瓢蟲 捕食甘菊牧師的量很大 同院系的于興林博士坐不住了 他要跟桑文老師一蹶高下 看看到底桑文的六斑月瓢蟲食量大 還是他養的異色瓢蟲食量大 于興林博士研究的異色瓢蟲 是北方瓢蟲 這種瓢蟲各大體狀 幾乎是六斑月瓢蟲的兩倍 要是比範兩個頭小的六斑月瓢蟲 哪有贏的機會 沒想到的是桑文老師接受了挑戰 南北大比拼 我作為南方的代表六斑月瓢蟲 這個您呢就是北方的代表 異色瓢蟲 然後我們看看這兩個瓢蟲 比賽剛剛開始就出現了尷尬式 兩隻瓢蟲不專心吃蟲 倒忙於交配 這也沒法比賽了 咱們就把這個把它放進去吧 要不要先把我的瓢蟲打開 如果我的瓢蟲還在交配 我只有我的瓢蟲能握一點 好 可以啊 大老師 那你就把它分開吧 我先把它分開一下 我的瓢蟲體現這麼大 一定會贏的 這個不見得要我們看看後面的結果 好 我們現在開始加入 帶有柑橘牧絲肉蟲的這個枝條 供牠們取食 被打擾的兩隻瓢蟲不再交配 可牠們在透明塑料盒裡各自遊走 並沒有去吃柑橘牧絲 難道牠們不餓嗎 瓢蟲開始出動了 就是把六萬月都做 那個六萬月還是很活躍的 可能瘦小的相對來說靈活一點 但是看你這個活躍程度 可能比我的高一點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能獲勝 我們來看看 你說心理上有壓力嗎 個頭大的肯定是吃得多的 會可能多一些 但是我不怕 為什麼呢 因為異色瓢蟲它是一個北方的種群 而我們是本地的種群 可能異色見都沒有見過柑橘牧絲 那麼我們的這個六萬月瓢蟲 它在柑橘園裡面 它是時常存在的 它經常能遇到柑橘牧絲 並且阻止它 六萬月瓢蟲開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柑橘牧絲了 那麼它吃柑橘牧絲的數量 會比異色瓢蟲吃柑橘牧絲的數量多嗎 查看一小時內的錄像顯示 六萬月瓢蟲吃了19隻柑橘牧絲 異色瓢蟲吃了18隻柑橘牧絲 按理說異色瓢蟲的個頭大 食量也更大 但生於北方的異色瓢蟲 對南方柑橘牧絲的適應性不強 原來是口味的原因 讓它吃柑橘牧絲的食量 與六萬月瓢蟲吃柑橘牧絲的食量相當 而南方不用異色瓢蟲殺柑橘牧絲 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 因為異色瓢蟲它在北方 它對低溫的耐受比較強 而在我們南方 其實溫度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它對高溫的耐受不強 會影響它這個種群的繁衍 六萬月瓢蟲雖然個頭小 但不是柑橘牧絲的數量和速度 都不屬於異色瓢蟲 而且它更適應南方的炎熱氣候 科研人員一致認為 六萬月瓢蟲與幼小蟲可以一起入選 柑橘圓的守衛者 然而柑橘圓裡並不是只有柑橘牧絲 影響柑橘產量和品質的害蟲 還有很多 滅蟲戰士在田間 隨著研究的深入 科研組又陸續發現了 刀角瓢蟲、草陵幼蟲等柑橘牧絲的天敵 而且它們不僅吃柑橘牧絲 對牙蟲粉絲等柑橘害蟲也有殺滅作用 那麼誰的實性更廣呢 對柑橘牧絲無比專一的寄生性天敵 幼小蜂首先被排除在外 在專家團隊的建議下 我們決定 讓不實性天敵六斑月瓢蟲和刀角瓢蟲來一場比賽 刀角瓢蟲的個頭不大 一隻六斑月瓢蟲的體型 相當於五隻刀角瓢蟲的體型 牙蟲和粉絲也是柑橘的害蟲 六斑月瓢蟲對牠們來者不拒 紛紛吃了下去 而刀角瓢蟲卻只吃粉絲 這一局刀角瓢蟲败給了六斑月瓢蟲 六斑月瓢蟲一路過關斬將 第一場與異色瓢蟲的比拼中 牠以食量相當和更適合南方的氣候獲勝 第二場與刀角瓢蟲的比拼中 六斑月瓢蟲的補食具有多樣性 既能吃柑橘牧絲又能吃粉絲和牙蟲 牠能當選為柑橘果園的滅蟲冠軍嗎 沒想到賽場上又殺出一個成咬金 草靈幼蟲 為了比賽的公平性 科研團隊讓六斑月瓢蟲的幼蟲 與草靈幼蟲同臺競技 六斑月瓢蟲的幼蟲 表現又會如何呢 這個呢是草靈的幼蟲 這個是六斑月瓢蟲的幼蟲 讓我們看看最明顯的頭部 有什麼不一樣 有對錢 有對錢的是吧 這就是它的餓 它的餓 是口氣退化的一種 草靈的餓是管狀的空心結構 退化後方便捕食獵物 草靈幼蟲的餓加住獵物後 往其體內注入毒液 麻醉獵物 而後從獵物體內抽吸出來取食 那麼這個瓢蟲你看 它的口氣就沒有特化了這種 這個大夾子的這種結構 把它咬死然後把它吞進去 雖然草靈幼蟲面向凶狠 可是頭部兩隻大鉗子 只是挑起柑橘木屍 動作很大 但影響了進食的速度 反而六八月瓢蟲又蟲 吃柑橘木屍直接撕咬 這樣捕食量大 捕食速度 也更快 大家好 我來了 來來來來來 來 好吃好吃 這裡可以往後站站多吃 各位古農朋友 老師們同學們 大家知道在柑橘果園裡面 有很多害蟲 你比如說粉屍 木屍 牙蟲 蟎 蟎 粉劍 那麼我們在考慮 生物防治的時候 天地昆蟲能夠同時 對幾種害蟲都有控制作用 這些年 在邱保利教授的帶領下 華南農業大學的科研團隊 與各種蟲子打上了交道 那麼果農們會使用 他們的這些研究成果嗎 蟹蟲生長的繁殖太快了 它如果用發射繁殖的話 你基本上一發現要打藥 它一過了一個禮拜 已經發展出來了 你都跟不上吧 但是用生物繁殖 它整天不停地 它有出現的 它會吃的 把我們的果腸它會保護好 篩選的這幾種天地昆蟲 都各有各的優勢 它能夠為我們 根據果然的蟹蟲的防控 提供更好的應用 提高我們柑橘的品質 華南農業大學 他們研究生物防治 減少了農藥量 一個食品也安全了 教授和博士生們 走進果農的田間地頭 他們用生物防治手段 將為果圓的綠色防控 提供強有力的幫助